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与中华文物艺术拍卖协会共同企划制作 欢迎收听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以拍卖官亲身经历的故事来贯穿整个节目的内容 落垂的那一刻成交的不仅是拍品也是他们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 我又要讲一个我曾经拍卖的记录 这个是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 我主持一场拍卖会 那一场拍卖会创下了黄军碧世界拍卖的记录 那么这个作品是黄军碧维多利亚大瀑布的巨幅通景四条瓶 你知道这个有多大呢 总共有186公分高 然后呢四个瓶加起来总共有372公分这么的宽 所以呢 哇真的是一个巨幅的黄军碧巨著 那这一个拍品呢也创下了黄军碧的世界记录 那么起拍价呢是从600万元开始起拍 最后的落垂呢是4500万元 那为什么黄军碧的作品可以创下这么高的记录呢 今天呢我们慢慢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 一起听完就会知道说 哇为什么黄军碧啊 这位艺术家呢可以创下这么好的记录啊 他的功力所在到底在哪里呢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的荣幸啊 我们邀请到啊叶国欣博士啊 那叶博士先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好一下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国欣是你看这么好听的声音啊 各位听众没有办法看到叶博士的本人啊 不过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啊 叶博士呢不仅仅是华人啊 第一位荣获英国艺术鉴定学的博士 他在学成归国之后呢 也陆陆续续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啊 还有台义大的书画系等等 这些知名的学校啊 来教授艺术鉴定与拍卖市场研究的专业课程啊 尤其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8年啊 我们叶博士啊有一个 哇一套巨著啊 有六大册对不对 对七十万字 多少 七十五万字 七十五万字 哇真的是心血的结晶啊 这一套书呢是墨海春秋啊 古今书画艺术鉴藏的研究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这一集啊真的是有福了 我们不仅仅可以多了解黄军碧艺术家的 他的创作故事啊 他的创作脉络 而且呢大家可以从中间 听到叶博士呢 对于书画的鉴定鉴藏 他本身也是非常大的收藏家啊 他的一些心得啊 所以今天含金量非常高的一集节目啊 一开始呢 我想来请教一下叶博士啊 我在准备资料的当中呢 我看到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 自由时报曾经有一个报导 曾经有访问过你啊 那这一个报导呢 就是他在讲说 每一年啊台北市环保局嘛 都会在年中的时候 办再生家具的岁末年中回馈特卖会 对了 那在一群家具当中啊 就混着了一张黄军碧的作品 结果呢黄军碧的作品 起拍价竟然定为800元 听说是因为环保局 并不知道这个画作到底是价钱多少 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800块 最后99000元就成交了 那买到的人呢 哇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说经过他自己的鉴定啊 这是一个黄军碧的增基啊 所以呢99000元啊 真的是赚到了 因为这个作品可以卖到上百万 然后我就看到 上面这个自由时报 曾经也来采访过叶博士啊 叶博士呢 曾经也有一个说法啊 那我想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叶博士啊 您可不可以从这一点我们来聊一聊啊 黄军碧的作品啊 或者是一般你鉴定这些作品的时候 您最重要的是在关注哪几个点呢 其实那个事件是因为 这位买到的双家 他说 我这件东西绝对真的 因为我去对他的签名就是真的 所以记者就跑来问我说 他说签名是真的 当然他想要从我这边套话看 是不是真或假 但我们不能去讲什么 那我觉得他也没有正式在委托我 那我能说是说一个艺术家 我们在看一个艺术家 他有不同时期的绘画的风格 签名落款的形式 他的印章的唐号名号 然后他当时他又喜欢用什么样的笔 墨 指或捐 哪一种捐 哪一种指 身指手指等等 然后他会随着他不同的创作时期 而有所改变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 比如说黄军碧好了 那黄军碧 比如说你看他一个 他是1989年 对 1989年出生 那你如果去想他说 他1982年 他其实他早期的签名 就叫他的原名叫黄允轩 那你如果在他早期的签名 在1920年的时候 你看到一幅作品 他签黄军碧 那肯定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那比如说 如果在1942年 他1942年因为他妈妈过世 所以他的唐号就改为白云堂 因为白云私钦 他想跟他妈妈 那如果在1942年以前 比如1935年 我们就看过啊 写说黄军碧化于坐于白云堂 那肯定不对嘛 因为1942年才有这个唐号 所以我们去看 这个是可以跟听众朋友 讲一些小秘诀 就是说一些他做伪化的人 他没有去做这种考证的功夫 所以说他不知道黄军碧 什么时候签名 那包括黄军碧早期的签名 到他中期晚期签名都不一样 我可以举例说 比如说那黄 黄上面当然是用行草签名 是把他上面那两横 然后那个草色把它变成一横 下去以后下面一个田嘛 在中间一个田 那个田呢 如果是比较早期的 中期中早期的时候 他的田是偏向左边 他偏一边 然后他到晚期八九十岁 那个田在正中间 真的鉴定 真的要看得非常非常稀微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画家 从早中晚期 他的有对的 重点是有对的 有效样本 去把它做收集 然后去把它的里面 义中求童 童中求义 去把里面的一些差异性 把它比较出来 当然这是一个基本 然后你说到签名 我们会讲到他的起笔 收笔 落笔 转折 但还有他的笔速 速度 流上性等等 还有他习惯 比如说黄军兵 他习惯是长风 那如果这个作品 一直落风的话 落笔一直落风的话 那就 那就怪怪的 所以我说了说 他其实不能讲说 从签名去看 而他的绘画风格 然后像他早期 都是铃骨等等 他的印章等等 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的 比如说他的军翁 是他跟1939年 跟张大千去游玩的时候 帮他弄的 然后帮他取的 朋友帮他取的 张大千帮他取的军翁 那如果1939年 以前 对不对 看到军翁 那就是一笑大方 这个就有一点问题 是所以还是要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在这里 也跟听众分享一下 我们叶国欣博士 同时也是 墨海楼国际艺术研究机构的 创办人 我相信 在你的机构当中 应该也有相当多 有关于这样子的研究 你才有办法出 这么大的 七十几万字的巨注 因为弓狂军币 应该 我这边收集的资料非常多 而且早期 几年前我跟那个香港 很有名的中华书局 几股宅 跟他们合办 黄军币的各展 那趁这个机会 您聊一下 您接触黄军币作品的 这些机缘 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其实黄军币 他是渡海三家 那我本身是师大美术系 所以他等于是我的师祖 对对对 他曾经担任 师大美术系的 这个系主任 而且二十几年 对对对 这是所谓的万年系主任 万年系主任 但是我觉得万年是好的 当一个机构被一个对的人 万年那是非常蓬勃发展的 所以我个人对黄军币 也是非常的敬佩 因为会从老师 师长里面去接触到 然后他的 他女儿也跟我非常 非常有非常好的交情 所以他在很多时候 会提供我很多资料 所以其实黄军币 我没有遇过他本人 但我跟他非常的熟悉 这个很来不及相遇 其实我在跟听众朋友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看不到我们叶博士 但是说实在 坐在我对面的叶博士风度偏偏 穿了一套白西装 刚刚走进录音室的时候 像一位白马王子来到面前 但是他却有一个非常 跟文物艺术相当久的一个连结 是因为他本身也就是可班出身 那我们今天前面一开始 一直在聊黄军币 我想在这里也分享给听众朋友 了解一下黄军币 其实他在过去小时候 他的艺术养成的过程 他是出生在广东佛山 他是广东佛山人 小时候因为家里卖洋货 其实还挺有钱的 可是因为他爸爸 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但是因为他家里还算是蛮富裕的 所以他家里还有蛮多 名家的一些画作收藏 但是因为父亲过世了 所以黄军币后来就经由 他的伯父他的舅舅 来抚养他长大 可是伯父跟舅舅不是很认可 黄军币他来画画 还好他的哥哥堂哥等等 都会掩护他 就是让他可以去学习画画 甚至有一次 我是看到资料的记载 就是他有一次 他经过一家书画店 就是表辈店 那他站在门口非常的久 一直希望能够进去里面看 表辈店画店的老板 也被他感动了 所以他就让黄军币说 你可以尽管进来看 那甚至可以把一些作品 带回去临摹 后来黄军币当然也有 接受到老师的教导 那这就带领他 进入了另外一个学习的境界了 那是不是可以 我们接下来请叶博士聊一聊 像黄军币 他的整个创作的一个过程 就像您刚刚讲的 随着他的历史上面 他自己的发展过程 可能也会针对这些 您的鉴定 会提供很多宝贵的资讯 那他的整个的绘画历程 那他是怎么样演变的呢 其实关于我们黄军币的 绘画的创作历程 演变的轨迹 其实他本人就有讲说 他自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师承 最重要的是跟老师 他一开始老师是李瑶萍 其实各位不知道 我鉴定过李瑶萍的作品 他画得非常好 他只是一个不出事的画家 所以他当然他爸爸 黄军币的父亲 当时其实是个富贵人家 所以他一定有办法 帮他找一个好的老师 所以他自己说 他这个是师承时期 也是他的领古时期 因为他爸爸收藏 他爸爸是黄仰荀 他的古丸字画 收藏也很丰富 所以他从小 他是临摹这些 黄公望望蒙 吴正省 周文真明等等 他这些画家 都是大家的作品 而且清初的世王 石兮石涛 但他最喜欢石兮 石涛 八大三人 其实他都有学习 而且他的老师李瑶萍 他是画八大三人一路的 因为我建议过他一批作品 很稀有的一批作品 对 所以当然里面 他对于南中北中 就是中国的南北派的 可不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南中北中 也顺便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 如果是北派的话 他是比较 主于金派 他会画得比较细腻 北中的画得比较细腻 对 但是如果南派的话 他的比较讲究意境 他的一些比较大气 比较大气胖驳 然后当然比较没有 那么细腻的 那北派的话 会比较拘束 但是北派非常的严谨 扎实 然后南派 我个人觉得会比较 偏向比较烂漫一点 所以他是有一种 不同的绘画的风格 跟方式跟技法 但是他对两个 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其中黄军碧 他临摹实习是最一绝的 最一绝 那之后我们再来讲实习 那黄军碧 他又跟当时的一些 收藏家很好 比如当时广东 一个著名收藏家 田西书屋 合立福 合冠五 父子 他跟他很好 所以我的研究过程 我吓到 为什么知道 因为黄军碧 临摹 我们现在的临摹 都是看影印 对 是不是 黄军碧 他的养成 所以养成一个大师 还是要有背景 就好像 普星云 他是救王孙 他可以从里面 调到一些 所以从宫里面 看到一些 一般世人物 看到的 真品 西品 国宝级的作品 那黄军碧 他虽然不是救王孙 可是他因为 这一层关系 跟他们父子 跟很多 收藏家这么好 所以呢 他就有机会去 保揽 这些 收藏家的收藏 所以他就可以去 去吸取古人的精华 所以在形式 风格 意境 开始去模仿 所以他是模仿 真机 所以他也是看到了 真机 是 他模仿真机 所以他模仿 真机的过程 这很有趣的 意思说 他模仿 真机的过程 我就发现到 他有几件 是模仿到 很下人的像 是哦 对对对 我在书上就有发表 那时候很多学界 也都很惊讶 比如说 我曾经 鉴定过一张 黄军碧 访实习的山水图 这1960年代 上面还有 附生老师的提拔 附生老师 对 然后呢 这幅作品 怎么夸张呢 因为我去查到 黄军碧 曾经收藏 这一张作品 所以他把它 画得一模一样 如果以我鉴定 眼光来看 如果他签名 盖章的 做得像的话 几乎就是实习的作品 就是实习的作品 有九层的像 非常相似度 所以说 所以说张嘉谦说 看到他画石膝 他吓到 他说他不想要 自从军碧到中画 以后 他在面前 不敢下笔 当然是一种 谦诚细言 但是他也是 某方面他很尊敬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就说 你看黄军碧 他对于这些 古人的画法 他是下了很大的 很大的功力 而且我也看过 他模仿 那个仇音 仇音的 哇 仇音他工笔 画得非常好 那黄军碧 在拍场上 很热门的 这些 宋朝的 有没有 仿宋的 宋在风格的 在画 红叶小鸟 这些 花鸟图 等等 这些 他都画得非常好 你就知道说 他对 他在领古 然后他在 施成的事 非常好 之后他就进入一个 施造化 他先施古人 然后再施造化 施造化就是 他开始去写生 那写生以后 他去跟 跟这大自然 拜大自然为师 然后去临摹 而且我觉得 他很棒的一点是说 他在这个时期的晚期 他又吸取了西方素描 跟西方的这些光影概念的手法 所以他把这些 这些三十的纹理 然后结构 阴影 做得非常好 我曾经看过他一幅作品 也是19大概 45 50年代左右的作品 那他把这些 他把那幅画就像 数秒一样 你可以隐约的看到 这光线从哪边打下来 然后整个山林之间 当然他有水墨画的这些 岩缆 然后这些水器 当然他的笔墨功夫 就不用去坠眼 但是你可以看出 他这些光影的这种强度 然后在吸引这种 观者的眼睛 等于说他把这传统的水墨的根基 他又往前踏进了一步 然后他也开始去学习 用水彩的颜料 牛顿颜料 那开始去做融合 但开始融合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 在一个实验的时期 会比较强眼 慢慢我去拜访过他的学生 后代 慢慢的 而我觉得慢慢的比较沉稳 因为慢慢的 他从他的牛顿颜料里面 去加墨 就不止 当然不止牛顿颜料 还有西方的一些颜料 然后他去加一点墨色 加一点墨色的话 他的颜色 都比较沉稳 比较压制 但是又跟传统的颜色不一样 所以说 其实他一直在 在这个古人的根基上 这种传统里面 去创新 然后去取得一个完美的结合 那最后的阶段就是 他的创新的制作 创新制作开始 他当时去看一些 比如说大瀑布 刚刚讲的 写生 进入这种写生时期 那写生他开始去挑战 他没有画过 比如说他去画狮子 对不对 他的狮子非常有名 其实黄军碧的狮子拍卖都天假 我跟你讲 我就曾经拍过他的狮子 他的那个作品 是在他72岁的时候创作的 也就是1969年的时候 那我拍卖他的画的这个狮子 是在2022年的一个春季的拍卖会 这一个狮子的作品 他名称叫做 适渡情生 那主要他就是在画 有母狮子 然后还有小狮子 他狮子真的画得特别的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这个作品呢 起拍价是250万 后来750万落垂 如果说各位有机会 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看一下这个作品 黄军碧呢 展现了他所写生的功力 我们可以看到 母狮跟两只幼狮 然后呢 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天伦之情 母狮呢 看着两只的幼狮 然后母狮呢 也环顾四周啊 他要看看 小狮子是不是安全 所以这个黄军碧 真的他在描绘上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致 而且他的观察 也是非常的到位 是的 所以其实那张画 当时也有双家问我 对 然后去请教 我说这个是非常值得收藏 而且他 其实他当时拍了这个价钱 也算是 非常是很开心的一个减漏价 真的 应该还有更好的 对 因为我之前在 我都没有记错 应该在上海 那有一场拍卖 我在现场 那一张狮子 好像就拍了台币2000多万 是是 非常稀有的 而且当然他有比较多注入 有一些 一些书籍的注入 是是 我曾经也在美国 鉴定过一张双狮图 我看到那张之后 我非常的 非常的shock 非常的 那张是我从小 在书上看到的话 真的 双狮图 威猛的雄狮跟母狮 那张非常好 而且光历史博物馆的画册 出版就六本 六本七本 中国美术馆 就是到处展览 一定要有这张画 是 这张画是博物馆的一个 一个最爱 在一个四人双家里面 那怎样 你从那画就可以知道说 他 他从画 他施子这些绒毛 这些 他的骨干 然后这些骨骼 然后他躯体的这线条 非常的写声 就是说他真的 不是只是取其形 真他的精神面 然后他已经是 画出他的神采飞扬的气质 我觉得这很好 所以黄军妹可以说 他从这些师承 实习到 到这些 领古人 然后师承 然后慢慢去创作 然后写声以后 慢慢的隐隐论钟 然后开始去开拓 自己不同的画派 我觉得这个 属于他自己的画派 而且他在艺术教育 也非常的 在影响台湾的艺术教育 非常的深远 其实他的作品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还是跟飞扑 流泉 云海 这样子的题材 叶博士 我们要不要聊一聊 他题材的一些创作 是 因为其实当时 在台湾创作的时候 那台湾等于是 中晚期的 中晚期 所以其实台湾比较少 可以见到他 早期这种房古 邻国这种 这些很好的作品 所以各位 其实在1949年以前 他曾经去过四川 其实四川那边的时候 就曾经查过资料 曾经讲过 当时有个学生说 四川富贵人家 当时客厅中 如果没有黄军碧的画 似乎就不够派头 哇 真的 对所以他很早期 他就 他就很出名 他就很出名 那他在台湾的时期 因缘忌讳 他去喜欢画这个云 他也常常去 山上写生 画云 之后他去 那个南美洲 去看 尼加拉瓜大瀑布的 去看瀑布 然后他就发展出 他独特的一套 比如说他的云 都是用比较斗笔 那时候斗笔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瀑布就是 倒人形的瀑布 等等 其实我觉得他很特别 是说 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艺术家 他这些特殊画法 黄军碧跟一般画家不一样 他真的非常有功力 这黄军碧可以一直 一支笔从头画到尾 就用一支笔 这个粗线条的 也可以挥洒 细致的也可以来做 对 所以他是 他是很厉害 跟一般画家 很多画家是 要变换不同的笔 甚至 狼豪画线条 羊豪去肤色等等 然后他是可以一支笔 在画线条过程里面 然后在做春擦点染的时候 他可以一支笔 我就说 那细的部分呢 他细的部分 其实他就把它笔风 一扭的话 他可能把一叉 叉笔的旁边一间细 他就用这个 可以勾一些细的 是 所以说你可以知道说 他的功力多好 而且他个人喜好三麻笔 他非常喜欢三麻笔 就比较 画出来比较苍茫 比较细致 所以他在画这种 而且他个人也爱好棉纸 棉纸 这些手指 所以他对于这种 他非常的掌握的材料性 也非常的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艺术家 是 黄军碧过去 就是他在大陆的时期 其实就非常有名了 是的 那他有一个学生 在大陆的时候 就很想跟他学习 但后来因为抗战的关系 所以这个缘分 一直到台湾的时候 他才正式的 跟黄军碧学画 那这一位他的学生 非常非常的有名 就是蒋介石的夫人 蒋中正的夫人 蒋宋美龄 这个是他非常知名的学生 那当然听说黄军碧的学生 前前后后加起来 应该超过三千人 但是我们先聊一聊 蒋宋美龄 他的这个知名的学生 习画的过程 我不晓得 叶博士这边 您有稍微了解一下吗 其实蒋宋美龄 这很多故事 其实是他的 黄军碧他女儿 香菱 亲自跟我说 那肯定是 这个第一首的 这个故事 他说 蒋宋美龄 他是在上海 十里洋场长大的 他做工其实很洋派 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他对这种 中国这种 华人文化里面的 尊师重道 非常的讲究 就比如说 他在学画的过程 他一定都派车 就去接送 去接送 黄军碧 对 黄老师 那黄老师 当然 他说其实黄老师 对于他是 他是有教无类的 对 他对于每个学生 其实他说 真的也没有觉得 他教 蒋宋美龄 特别认真 或者他一贯 就是非常认真 非常的 非常的 爱才喜才 但他有跟我说 蒋宋美龄的学习过程 非常非常认真 比一般学生 都非常认真 很多 而且他 他不止林某老师的话稿 他会去变换老师的画稿 他可以从老师的画稿 去把它稍微做变换 是 聪明的学生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 领悟力的学生 是 然后他说 当时 蒋宋美龄 只要一拿到一些 珍奇特别 比如说 每次老师上完课以后 他特别送老师 这些黄鱼 这些比较珍贵的食材 他说 然后他说 乡林姐跟我说 当时 如果有巧克力 那时候有巧克力 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拿到一些 一些西洋的 特别的小礼物 什么 他第一个 他就 爱屋及屋 请他托他 拿回去给 给乡林 给他小孩 或是说 然后他说 香脸去见他的时候 也是把他抱在 抱在身上 就是 这蒋妇人是一个 非常非常 爱屋及 而且他尊师重道 然后学习过程 非常认真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他是拜不到 普新鱼 他才去拜 黄军碧 我觉得 其实这 这说法就比较 比较不妥 因为 其实一个艺术家 他在学习过程 我们一定是 会去拜很多老师 因为不同老师 有不同的养分 在四大上课 在台医大 在一些艺术学院三个 不可能同一个老师教 一定要有不同的角度 去切入艺术 艺术史 艺术技法 艺术风格等等 然后就这样才让学生的养成 养成具有 有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我相信 黄军碧也是他首选之一 当然 普新鱼也一定是他首选 因为当时 杜海三家就是这三位最有名 对啊 张大迁 普新鱼 黄军碧 三位 所以呢 黄军碧会被称为是国师 当时其实真的很有影响力 因为 他有个故事说 当时他们一起去写生 当然 他是老师嘛 但结果他看老师用走的 他跟蒋中心先生 两个都坐轿子 他赶快说 不行 老师怎么可以没有准备轿子 对 而且我知道 蒋中心美龄 他很珍惜 那个黄军碧 跟他所交的一笔一画 都是把他非常 世落珍宝 把他存下来 他除了蒋中美龄 这位比较知名的学生之外 他应该也有非常多的学生 非常有名 你要不要讲几位 他的学生 我随便讲几位 都是现在的大师 而且有些是 大家意想不到的 对 比如说 刘国松老师 刘国松老师 也上过他的课 对 但当时你看 刘国松老师当时这个论点 他也是 他也是会去思考 反思的 所以说他是一个 很好的系组人 然后当然刘勇老师 刘勇老师 我们著名的作家 著名的 对 的艺评家 也也 对 然后还有江明贤江老师 哇 这个都是大师级 对啊 江一涵 哇 这个都是大师的 所以说 其实他的学生 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 我们现在当代的 大师级的人物 像江明贤老师 就跟我讲过说 那个黄军碧老师 他是非常的 有教无类 因为像他在戏展第一名的时候 他发作品给他看 是 哇 他也是都是 都是非常的直白 跟他说 他有什么看 他就直接夸奖 是 那也会直接跟你讲 你哪边不好 你会点评 对 他点评 而且他就是会非常的 因为他看得多 了解太透彻 所以他会 尼尔档 就说 他会直接把 你的重点在哪里 他把它指出来 就像周辰老师 有一次 在临摹 沈周 周辰老师 是他的学生 是 周辰老师 对 那他临摹 你知道周辰老师 喜欢沈周的画 对 那沈 临摹他的画以后 他还把周辰老师 带去他家 说我家里有 沈周的真机 让你看一下 真机怎么画的 那后来还借他去临摹 这种老师的气度 我觉得这是 非常的 非常感人的 我记得 在2018年的时候 因为 叶博士刚刚有提到 刘勇老师 因为刘勇老师是 听说当年 他在台式大美术系 也是第一名毕业的 但是我们后来 比较知道的是 他是作家了 那在2018年 7月份的时候 我就记得 那时候 刘勇老师 就送我一本书 那那本书 就是他编的 白云堂的画论跟画法 当然艺术家 然后他影响到 他的学生 让他的学生 真的影响到 我们整个 台湾的艺术发展 他在担任 台式大美术系的 这个时间当中 他也邀请了 很多重量级的老师 来成为 美术系的师资 那跟 朴新宇 跟张大千 并称为 杜海三家 是 叶博士要不要聊一聊 杜海三家 他们之间的互动 跟情谊 有没有特别 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实黄军碧跟张大千的友好 这是不用讲 因为他们两个非常好 常一起出游 就我刚刚讲的 君翁 这个名字 是张大千 帮他取的 然后他们两个也互相会去 点评对方的作品 对 而且有一次呢 有一次那个 张大千跟黄军碧说 说 我喜欢一幅 您收藏的作品 他就跟张大千说 那你再让我多挂一下子 没有几个月以后 黄军碧就把他的 这幅画的作品 这古人的绘画的 他的收藏 就拿去送给张大千 哇 这么大方 对 很大方 当然张大千也是一个 很大气的人 张大千他会怎么样 张大千他当然就是一个 很大气 他会开始就说 张大千也还他了两张 等值的作品 所以说 这文人之间的 这里 而且我如果记得 没有错的话 里面还一张是 梅青的作品 哇 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作品 那黄军碧也非常景仰 朴欣宇的画风 我曾经听过 那个 他的学员跟我说 黄军碧也跟他讲过说 你要学习不同画风 如果要学艺 学习宫廷一脉 那学这种 这种宫廷一脉 北派的宗师 那肯定是 普心于无物 就是那个时代 没有所谓的文人相亲 而是文人互相的 欣赏 欣赏 然后 当然他们都是 真的是一级的艺术家 然后他们两个 他们三个曾有一次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 其实他们三个 在一起都很有趣 因为黄俊碧是广东腔 对 因为他是广东腔 张大千是 是道地的川话 四川话 对对对 然后普心于是金骗子 太有趣了 他们三个听说一坐下来之后 那是真的南枪北掉 互相都听得到吧 深圳 深圳乌瓦 而且你知道那个 他多关心 像普心于身体不舒服 所以他推荐 所以他推荐那个 来代课的画家 叫吴永香老师 他说 这个吴永香教得非常好 胜德 艺术系的学人的爱戴 所以他 在普心于回来的时候 他说 可以继续去指导 请他指导学生 所以普心于知道说 自己的传人 受到黄俊碧的器重 他心中是 很宽慰的 所以有一天 他们张大千 黄俊碧 普心于 在任职 顾翁博物院的 副院长的庄严家里 他们在 王之一家中吃蒙古烤肉 结果呢 张大千就画了一个 哎呀 飘逸的人物 普心于一接过来以后 他就在拿了笔 他习惯就拿笔 甜甜唇尖以后 他马上再勾勒一个 勾勒他的一个鼓松 其实这是普心于的小习惯 他写字画都会舔个墨 用 对对对 他手头黑黑的 幸好这个墨没赌 以前的墨都古墨 非常好 对 天然的 对对对 然后经过黄金碧就点 点燃小桥流水 顿时这样画 从一张白纸就变成了 人间仙境 然后松岩再以他 非常著名的寿星体 来记录这一次难得的 书画雅籍 哇 然后大名家 四位名家合作 留证给王之一 哇 所以你看知道说 挺珍贵的 对 这三位画家的合作画 然后这是要说他们彼此都是非常的看重对方 非常的 他们不管是南张北斧也好等等 那这个渡海三家 其实他们都是各有各自的门派 有他的门人 有他的传承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在艺术界是百家齐放 是 那像黄君碧他的教学除了在台师大美术系担任系主任二十几年之外 其实他之前也有开始在教学 然后大概前前后加起来有六十几年六十五年这样子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那作育英才无数 所以要不要请我们叶博士来总结一下 黄君碧对于我们台湾的话谈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第一个我想是他去接纳百家 所以说你看他去邀请了普星渝 普星渝的学生 然后甚至当时那个朱德群也来嘛 对朱德群 对也是那个台师大的老师 朱德群 然后他也邀请张大千短暂的 就是说其实他当时把这些很重要的名家 其实各位不知道 其实黄君碧也跟很多人非常好 黄斌红 徐碧红 富豹石 富豹石的女儿跟我非常熟 那说他把父亲也画了几张画送给了 送给了那个黄君碧 然后那个徐碧红还帮黄君碧画了自画像 后来不见他还是心里的痛 所以说他因为他跟这么多大艺术家友好 所以他有他的格局 去吸引这些去请求这些老师 他的好友们来师大美去任教 所以当时的师资阵容真的是非常 这是梦幻阵容 我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叶博士有提到几位 譬如像普星渝 林玉山 吴永湘 朱德群 还有廖继春 李石桥 都是当时重要的师资阵容 所以这个是梦幻的师资团队 就是由我们黄君碧系主任他来组建的 对 然后他除了引进师资以外 他自己在教学他非常认真 他自己也把他的教学 他的方法 心得 他设计了五个步骤 一 亲身示范 他常常在一两堂课 三堂课 就画成一张完整的作品 你知道吗 这是要非常有功力的 而且一个老师愿意在这些学员面前 然后把他的计划 很完整 很无私的分享 像我们前当时听到一些笑话 对 老师叫学员去打个水 回来综合部分都画完了 不让人家知道他重要的秘诀 对 那二 他分发画稿 供学员去林默 所以他很认真去做画稿 很认真他做讲义 他这么忙 又是国师 又教那么多 他又兼很多行政课程 对不对 第三 他亲自批改作业 而且详细的讲解 你哪边不好 不对 我就有教无类 依照你个人 比如说你学神中 你学谁 我就去有教无类去改 有些你愿意改的 像刚才一个小故事没有讲 那个我们的蒋宋美玲女士 她是不喜欢人家改她的话 所以 所以那个黄军碧老师 不能改她的话 你有什么东西 他直接跟她讲 她自己去修正 她如果画不好 她里面丢掉 不让人家动她的话 对 但是有些学生不一样 他希望老师 直接改在上面 让他知道说 除了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他可以去学习这个画 如果要改的话 怎么去进化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所以你看有些人要改 有些人不改 那不改的时候 这个老师就得花脑筋 去想说 我要怎么样让这幅 让学生听得懂 我要所传达的理念 对不对 然后第四 他要逼学生说 请学生要去练习学生 而且 写生以后 他第五点 他鼓励学生要创新风格 从临摹 写生 到创新风格 刚好跟 黄军碧的创作轨迹 是一样的 所以他是一致的 他去跟学生分享 分享 所以他说 像江明前老师跟我讲说 当时学习国画 很注重笔墨的基本功 但是几乎大家都注重基本功 而没有注重创新 所以他除了基本功以外 然后再把它带到写生 然后再创新 然后他很灵活 他绝对不是 不是死板的 他是死板 他都要求学生说 你要去看看 面对真正的景色 施造画 然后再施心境 你自己的心里面的画作 把它表达完整无遗 谢谢叶博士也帮我们总结 黄军碧先生 他也是非常高寿 94岁离开我们 他在这段时间当中 其实他在年纪很大了 七十几岁 他还到处去写生 然后自己去 譬如像说 去看三个世界重要的大瀑布 包括了维多利亚大瀑布等等 然后他来改变 他自己的创作的一些创新 所以我想最后 我总结一下 拍卖会人生故事小领悟 黄军碧的画风 早年易秀 那么他的中期 是非常苍健的 那往期 是可以展现他 非常的壮阔 所以黄军碧 他进览了明山的大川 画家是用一步一脚印 把这些他所见所闻 都收藏到他画中的风景 那艺术家一步一脚印走出剧 对自己有所期许 我们也可以来学习 唯有我们一步一脚印 才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收获自己的成就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我是艺术经理师叶国欣 邀请您继续锁定 我的podcast节目 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一次 与您空中相遇 拜拜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